這副牌應該沒有人不認識 喂呀,你怎麼了? 怎麼那麼衝動? 但是七、八萬人有七、八萬種玩法 不同顏色,相同數字 不可以一起出 不可以一起出,OK 我不知道,很厲害 My plan is blue, my brand is you 這次要說的是Yuno Yuno,這個不少人都有玩過的玩具 你又知道怎麼來呢? 最初是原始一對吵架的父子 1971年,美國去澳洲有一個發營師 他和兒子玩一隻叫做Crazy 8的Cut Game 突然因為規則而吵架 吵架吵架,就吵了一副有108張牌的Yuno出來 時至今日,Yuno已經賣出超過10億副 平均每天賣超過5萬副 在香港,無論朋友Gathering還是Bot Game Cafe 都會看到這個合家歡玩具的身影 但是買得再多 買完會看說明書的人應該少知有少 因為幾乎創內 沒有人會跟他的規則來玩 在香港,甚至有個地方 將這個大人、小孩都合玩的卡牌 變成競賽項目 甚至連Cut牌都要練 這裡就是我們以前練Yuno的地方 他會不停地蓋棉拐牌 其他三個人就像平常Cut牌一樣 所以他就要練Cut牌 因為Cut牌是一個很重要的原賽 你不只要快,還要Cana記住自己手上有什麼牌 我叫阿西,大概2007年開始玩這個項目 Cana,我就是崇基的校友 以前我們就有勾的比賽 所以開始接觸Yuno 符杯,全名是符圓角杯 是中大崇基學院的學生活動 他們每年就會有一天 10個宿舍的宿生會 派兩個代表參賽 痛笑鬥Yuno 我們這次就找來敏儀 和她一群崇基的小朋友 示範一下 符杯Yuno是怎樣玩 我想問些東西 應該問不同 平時玩Yuno 就會好像來到什麼牌 隨便就出這隻 但現在是要看著周圍環境之餘 還要想想哪些牌要出 而不是來到才算 比賽節就我想起碼快多一半 我們都有一段時間 沒有接觸Yuno 狀態也比較差 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 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 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 符杯其中一件事 我們是玩分的 剛才計分是0至9分 但功能牌20分 黑色牌50分 所以盡量會先出高數字的牌 功能牌就視乎你用不需要儲利 打進來 一隻Draw 4 其實一副牌只有四隻 這個可能大家很少 未必會有人去記 但你認真玩這件事 你會記好一副牌 究竟那隻有多少 有多少人知道 你那些Draw 4、Draw 2 還出不出呢 因為我們要計分 你們要計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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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計分嗎 你計分嗎 我計分 如果是太多牌的話 我會把低分的牌放在桌上 或者可能是無法切 例如你有兩隻同識同志 我就會放一盤 等自己不用拿那麼多牌 就減少出錯和加快速度 你一張,我一張 我還未做到你又出了牌 敏兒,你懂得玩嗎 我減少了,我減少了 他減少了 他減少了牌 但他最後一段時間沒有說你 是不是 那別人先出了 他先說你 那他就要分嗎 跟朋友集團都會玩 剛開始我無法出牌 不是因為我技術不好 因為我真的無法出牌 玩了三、四棵 我最大的感覺是… 真的是技巧 你很明顯是贏技巧 你怎樣拿牌 你怎樣記得牌 你這麼隨意的東西 變得這麼厲害 就是一個值得欣賞的地方 講到比賽 為了慶祝UNO面世50周年 2021年的時候 官方舉辦了首次世界賽 最終由美國的加州州立大學學生 洛迪古斯贏得冠軍 不過這個比賽 都是按照官方規則去玩 因為別人本身是想出一隻 合家歡開心遊戲的 誰知道大家就不跟規則玩 搞到他們都要走出來 講清楚遊戲玩法 看一看,發覺大家 可能連怎樣開始玩這個遊戲 都不懂 這牌子很漂亮 好,接下來就是開牌的時間 去 喂 不是要收回了嗎 一個牌 其實根據官方的玩法 是由派派人的左手面開始 按照第一張牌是甚麼 而開始遊戲 不是的 Draw 2 Draw 2 Draw 2 Cut 不是Cut 這個 這個故事夾他們 不要心地不好 你以防你們這群心地不好的人 亂按玩 是有寫到Draw 2和Draw 4 如何使用的 看看說明書 The next player must draw 2 cast and miss their turn 所以其實是沒有累計這個玩法的 這張Draw 4還附帶挑戰拳 因為這張牌 只可以在你手上 沒有任何能夠出的牌 那時候才能出 如果下個玩家不相信 挑戰你 你就要送手牌給他看 挑戰成功的話 出Draw 4的玩家 就要自己吃4張牌 挑戰失敗 挑戰者就要吃Draw 4 之後額外多吃2張牌 咦 我沒有 沒有 那我原來 原來沒有綠色 那我繼續 原來根據官方玩法 你沒有牌 要抽牌的時候 你抽到那隻 剛出的話 都可以立即出 不用等下一回合 而且是沒有Cut牌 所以如果輪到你的時候 被人Skip了 那你就可以乖乖地等下個回合 UNO 懂不懂規矩 穿一張就不可以 只有一隻不可以公民牌 再抽一隻 這條規則就應該多些人知了 因為2019年的時候 UNO的生產商Mittell 就在Twitter上澄清了這條規則 UNO為了可以吸引多些不同年齡 群組的人玩 還會推出各種版本 由最初的紙牌到防水牌 再配上不同配件去玩 近幾年 直後變賣電子版 他們又會搞不同的Crossover 除了小朋友喜歡的卡通人物 就算是潮流牌子 都有合作 另外還有一位 潮流文化 例如這一張Reverse卡 就變成了網絡潮語 中有一人說 你是會得到報應的 這個解釋 還收錄在Urban Dictionary 不少的Memes 都可以看到這張卡 官方之後有出一些 變奏版的UNO 希望可以認到 小朋友也好 大人也好 都可以玩得開心 例如這個底面反轉的UNO Flip 加上True or Dare的UNO Dare 這些新款UNO 是否真的可以吸引到玩家 之前有這兩副 沒有 第一次見過 我也見過這兩副 今天是第一次玩的 他們手上拿著的是 UNO Ono 99 以及UNO All While 都是近幾年才推出 他們的玩法 跟一般UNO有些不同 Ono 99的玩法是 大家出牌 數字就會一直跌加上去 如果誰出到99 或者以上 就會霸佈 我就一本字 9 有趣有趣 10 有趣 上去 11 13 我們示範一下 99 那就完了 UNO All While 就只有功能牌 不過就加入了幾張新牌 例如這張 可以跟其他玩家加換手牌 還有Double Skip 以及Tarcat Jaw 2 跟你換吧 你這麼低調 肯定是好牌 是 姐姐一樣 過了 最後一隻 是否不能出功能牌 沒有功能牌 即是不是這隻 不是加強 好像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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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一次就夠了 好像沒甚麼技術可言 像是小朋友玩的牌 比較多 這個也可以 但我想規矩上 如果再多些變化 會好些 都比較像UNO UNO最特別是 一大群人可以玩的氣氛 現在有了自己的規矩 反而成為了我們自己的UNO 其實我出去玩都不習慣 為何會突然有些人 很傻頭傻腦地 浪費這麼多時間 精力去想 他怎樣玩這件事 其實背後就連結了我們 對於自己宿舍的單位 以及比賽的熱愛 這就是屬於我們的UNO 我們都很有回憶